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公开课啊 这第几期 我感觉 我怎么感觉你走错地方了 这是公开课啊 这是公开课 BIP课不在这里啊 同学 你可能走错位置了啊 好吧 我看到啊 这个零基础偏多一点点啊 然后呢 我在课前就稍微的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好吧 little基础 你考我英语呢啊 对吧 我最讨厌你这种这种中英文夹杂说话的人了 太low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啊 今天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讲这个爬松的一个案例 好吧 我们今天是讲这个爬松案例啊 然后爬松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 呃 案例需要用到的这个CNU啊 我们先来 简单的来说一下它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CNU这个东西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Chrome Java啊 这两个东西你给它呃 用透了之后啊 你发现 其实这今天这个爬松真的不过如此 好吧 然后我来讲一下啊 他们到底是我们今天用用的这些工具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好吧 以及爬松 爬松它是用来看嘛的 好吧 先来说爬松 爬松是用来干嘛的呢 对吧 爬松是用来采集数据的 对吧 帮助我们去批量采集数据的 那采集哪些数据呢 啊 就这些 好吧 今天目的呢 就是要把这里面的一个 呃 一些一些这个 职位的一个名称 对吧 职位的一些信息 给它采集下来 好吧 当然我们今天是主要针对这个 passing这个职位 可以吧 啊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爬松 它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采集 批量的数据 好吧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 今天用到的这个工具啊 首先是森林纽 以及的话呢 像这个 Kurum Java 啊 好吧 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好吧 啊 我们来 呃 首先画一张图啊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OK啊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画了两个啊 两个小方框啊 当然中间还要来一个最好 可以吧 然后左边这个方框的话呢 叫做呃 我们那个 呃 浏览器吧 好吧 叫做我们那个浏览 不对 这边叫浏览器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叫做 那个 呃 pathon吧 好吧 就叫pathon 啊 这边编程语言 啊 然后它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里面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叫森林纽 好吧 那事实上呢 这个森林纽呢 它是我们pathon当中的一个工具 好吧 然后这个工具呢 可以用来干嘛呢 啊 先简单的讲一下 可以用来帮我们自动的去操作这个浏览器 啊 这个 这 这就是森林纽的一个作用啊 帮助我们自动的操作浏览器 但为什么说老师 中间还有一个小盒子呢 对吧 这个玩意是干嘛的啊 我来戳一下 它的玩意呢 就是一个驱动 那这个驱动起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这个森林纽呢 它并不是直接操作浏览器的 懂吗 它并不可以直接操作浏览器 它怎么操作呢 它要通过这个驱动 去间接地去操作浏览器 懂吗 就是这个森林纽呢 可以通过一些代码 去告诉这个驱动 让我们驱动呢 去操作浏览器 懂吗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吧 然后这个驱动呢 也就是叫做这个Chrome Jower 好吧 驱动就叫做Chrome Jower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安装的几个东西 可以吧 然后一个呢 是这个森林纽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谷歌的驱动 注意 谷歌的驱动 为什么是谷歌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用的浏览器呢 也是谷歌浏览器 好吧 也是谷歌浏览器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记得统一一下 那包括呢 像它的一个版本 对吧 像这个浏览器 和我们那个驱动的一个版本 也是得对应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谷歌 对吧 我的谷歌版本呢 是101.0.0.1 对吧 那驱动的话呢 我也同样要找这个101.0.0 点 点1 这个版本 这能明白我的一个大概意思吗 就是这个驱动跟这个浏览器呢 它是配备的 对吧 它是适配的 但如果说它版本不对应的话呢 可能就会导致说什么呢 森林就可以操作驱动 但驱动操作不了这个浏览器 这个能明白吧 能明白吧 咋改成叫四月了 昨天不是叫自由吗 我改个名字还不行了呀 我改个名字还不行了 你真的是讨厌 今天不是爬小视频吗 今天小视频不在这里 好吧 今天小视频在隔壁 让我们的一个数据 我一天换一次吗 Cellinio下哪个版本 Cellinio的话呢 也是版本限制的 这里面我们Cellinio呢 是3.141.0 我用的是这个 好吧 但具体的一个版本差异呢 不是特别大 反正你去安装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通过PIP Install 然后呢 Cellinio 等于等于3.141.0 好吧 通过这一行命令去安装 好吧 这是我们要去安装的一个教程 然后如果就是还有同学呢 对于这个安装呢 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理解 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熟悉的东西呢 可以去加一下我们这个乐乐老师 好吧 可以加一下我们乐乐老师 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我们课前准备的 这个安装资料 可以吧 其实新版的Chrome Java Web Java 可以不用驱动操作流暗器了 哦 是吗 那我晚点去看看 好吧 那我下完这课以后我去看看 好吧 今天我们就先用着 我要告状 昨天自由说你比较细 还没有他帅 这你也信 这你也信 Python只能做爬送 那肯定不是啊 对吧 那除了爬送以外 我们还能做像数据分析 对吧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对吧 还有网站的一个开发 甚至脚本的一个制作 对吧 还有自动化 测试 运维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东西他都可以做 你不要以为一门 就是一门编程语言 它的极限很高 它的极限很高 你不要误认说老师 那你讲爬送 那爬送就只能做爬送 那肯定不止啊 好吧 还有其他很多方向 这里面我们先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先来写代码 好吧 然后当你理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以后呢 对吧 那我们下面的话呢 就来去实现当前我们的一个爬送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导入 我们写代码的话呢 要导入这个seninu这个模块 好吧 那导入模块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使用这个from from我们的一个seninu 好吧 然后improse导入我们这个web交往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导入了我们seninu里面的一个 什么呢 里面的一个驱动模块 对吧 相当于是操作驱动的模块 对吧 或者说操作驱动的一个功能 对吧 为啥别人说只是辅助语言 谁跟你说的 对吧 是那个归属跟你说的吗 是归属跟你说的吗 同学 归属都没说这种话 你说这种话 你这是对归属的不尊敬 好吧 有些可能说不知道归属是谁啊 归属就是开发这门语言的人 好吧 我要验证 我把你和自由的照片发过来 算了吧 然后首先呢 我们导入这个模块以后 那么接下来要干嘛呢 直接通过这个操作驱动的功能 好吧 直接通过操作这个驱动的功能 我们去干嘛呢 去点它 好吧 点它可以干嘛呢 点它可以去创建一个谷歌 创建一个谷歌浏览器 好吧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接下来这样的代码就是创建一个谷歌浏览器 在后面呢 点一下 好吧 然后你可以创建谷歌 也可以是火壶 也可以是像这个其他的一个浏览器 比如说这个EDGE IE浏览器 对吧 其他的都可以 只不过对应的一个驱动得配备 好吧 所以我们主要用谷歌 可以吧 然后呢 记住啊 这个不要用小写 我之前就看到过有部分同学呢 就去点一个小写的C 好吧 这样呢 可能是会报错的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交往 好吧 它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干嘛呢 使用 对吧 使用啊 这个驱动 或者说使用这个浏览器 我们去新建一个窗口 好吧 新建一个窗口 我简单就一个例子啊 就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打开这个浏览器 对不对 那一般打开浏览器以后 它不会把我们的一个网站 网址输入进去 对不对 它也不会默认的给我们打开某某网址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得干嘛呢 得使用这个Java 帮助我们去打开浏览器 那打开网站 懂吗 那打开哪个网站呢 我们点一个get 好吧 点完get以后的话呢 网站里面 你要传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那个 对吧 网址了 对不对 你就传一个网址 它就可以给我们打开网站了 好吧 然后Java只是一个代号吗 没错 这个只是一个变量名 什么叫变量名呢 有学过这个 什么初中 初中的这个数学的同学 应该知道 对吧 X等于1 对吧 它就是一个变量 Y等于2 它也是一个变量 对吧 我甚至可以取什么 A等于1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变量名 记住 可以吧 这个是一个变量而已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传入 它的一个网址 对吧 那么网址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一段呢 给它复制 然后进行粘贴 OK吧 粘贴以后的话呢 这玩意就可以给我们打开 我们当前的一个 仔细看啊 就可以打开我们当前的这个浏览器 对不对 并且的话呢 打开了我们的一个招聘页面 没问题吧 这个前面讲这些东西能够理解吗 同学们 能不能理解 来 能理解的同学 敲黑衣 我看一下 我要保证所有人都能听懂 所以如果有不懂的同学 如果说学的时候有不懂的同学 那可以随时地问到我 好吧 我不像自由 对吧 自由可能相对来说稍微快一点 在我这里呢 可能会慢一点点 好吧 怎么说呢 这证明着我相对来说比较持久 对吧 又给你们证明了一项技能 不对 可以吧 没问题啊 那么没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继续了 可以吧 那打开这个浏览器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 打开这个浏览器以后呢 我们得让它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第三个步骤了 干嘛呢 直接 干嘛 直接取数据 对吧 你直接取数据就可以了 就完事了 简单不简单 对吧 就是通过你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你发现 这个网站打开正常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去对照 这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取的东西 给它取下来 可以吧 请问一下 web java函数 还是模块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对吧 它到底是一个函数还是模块 对吧 但是这里面可能没有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好吧 它的话呢 本身就是 你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Sernio里面的一个功能 好吧 当然Sernio里面还有其他的功能 只不过这里面我们是直接调用操作浏览器的一个功能 但它还可以去操作我们的一个鼠标 进行一些点击的操作 对吧 我只是导入了里面的一个功能块 就是一个模块 一个工具包里面 就是一个工具包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外面的这个叫一个工具包 它就是Sernio 对吧 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很多工具 好吧 这里面我们只是调用的这个 它去操作驱动的一个工具 对吧 只是调用的它去操作驱动的一个工具 可以吧 这是驱动网站打开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驱动网站打开 你这几个词好像都连不上 这几个词连不上 我突然就蒙 还可以 对吧 能理解 OK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去取数据 好吧 直接去取数据 那么 这个数据我们怎么取呢 大家要打开一个工具 在这个网页端 在这个网页端 大家打开一个工具 好吧 待会呢 我们是用代码去取 但现在的话呢 我们代码还不知道怎么写 所以我们先来打开这个网页 好吧 用EDGE也可以吗 今天这个案例 用EDGE不可以 好吧 除非你自己有技术 你可以自己去研究 如果你没有技术 那你就还是按照我的来 可以吧 你还是按照我的来 同学们 可以吧 反正资料的话呢 都有 加这个洛洛老师都有 不是木子 洛洛 洛洛老师都有 可以吧 这就念习惯了 有点反应不过来 希望洛洛老师能原谅我 可以吧 然后的话呢 下面我们打开了一个工具 我们通过右键点击这个检查 看到没有 右键点击这个检查呢 打开的 好吧 然后打开以后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Element Element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元素面板 懂吗 就是一个元素面板 有个链接有好的G2版本 SES店 我也提供了呀 同学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对吧 你干嘛还要去搜呢 我直接发给你不像吗 找洛洛老师 直接发给你不像吗 你非得自己去手动摆渡 你这不嫌得蛋疼吗 也无所谓 你自己想要搜的话呢 一般除了问题呢 也没人给你解决 可以吧 抱歉 我刚才吃饭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开玩笑 不要介意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当前这个元素面板 好吧 当前这个元素面板 那么在这个元素面板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一些网页结构 对吧 有很多的一些代码说白了 对吧 这些代码的话呢 可能你看不懂 但是没关系 同学们 没关系 我教你们一个绝技 如果你看不懂 这个没关系 好吧 有一个绝技是什么呢 就你可以看 这里面有一个工具 对吧 有一个点击的一个东西 对吧 像一个鼠标嘛 对吧 你可以点一下它 让它变亮 然后你看 你看你悬测到哪里 对吧 你悬测在哪里 那它就可以给我们找到 这一段内容 对吧 它对应的一个什么 代码 它对应的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一段代码 对吧 就是哪一段代码 它是显示我们这一个内容的 这个能明白吗 这个应该能明白吧 对吧 或者说呢 我想要找到这个薪资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个鼠标 放到这个薪资这里 对吧 看到没有 它就可以给你找到 当前在这个代码当中 我的一个薪资 它在哪里 对不对 还有一些操作做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薪资 给它改一下 对吧 可以改一下 改成这个100K 对吧 1000K 到这个100K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的 一些有意思的操作 明白吗 这是一些小技巧 然后这个技巧有什么作用呢 待会我们去做解析的时候 就会用到它 好吧 这是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去看到 来看到 当前我们这些招聘信息 有什么一些特点 大家仔细来看一下 有哪些特点 好吧 其实当你展开以后 当你定位到这个以后 对吧 你可以发现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呢 对吧 我们想要的一个代码呢 它都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它都在这个里面 你看吧 就是我们想要的招聘信息 它都在这个LI里面 对吧 我可以直接修改网站吗 这个只是 前端 就做网页的人 你看吧 做网站开发的人 用来做一些调试 用来做调试的工具 好吧 然后这个修改呢 仅仅是只做参考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 对吧 老师 那我就一前天干了 对吧 那如果当前 我要把这个网站 对吧 我要把这个后台的数据 给它改掉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改呢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吧 这个只是一个自慰的功能 好吧 自慰的功能 就是大家刷新一下 就消失了 对吧 就消失了 这个就是自慰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来看到 这个数据怎么去解析 好吧 你当前看到我们的一个DIV 看到我们这个网页的一个构造 它们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则 对不对 都是层层见到的 然后呢 有一些的一个标签里面呢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东西 叫做class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有一些标签呢 它可能会有这个class 或者说没有class呢 它可能会有这个ID 对不对 ID的话呢 就属于是这个标签的一个身份证 这样去理解 对吧 ID的话呢 属于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证 那class是什么呢 class就是这个标签的一个别名 懂吗 一个别名 那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要通过当前的这个别名 对吧 我想要去找到我们的一个招聘信息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就复制这一段别名 好吧 然后呢通过你在我们的一个窗口 Ctrl加F 好吧 然后呢 你在前面来一个点 然后把刚刚我们复制的东西给它一粘贴 你会发现呢 它就给我们匹配到了当前的这个内容 对不对 它就给我们匹配到了当前的这个职位信息 看到没有 对吧 匹配到了我们网页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总共有30个 是吧 然后这30个呢 刚好就是当前的这个 30个招聘信息 没问题吧 对吧 没问题吧 这里面我们前面要注意 前面加了一个点 你们到底是有基础还是没基础啊 你们这些人啊 我现在有点看不懂你们 对吧 好像你们又能听懂 好像你们又听不懂 对吧 我感觉你们今天有点过于冷静了 是吧 有点过于冷静了 你们 很奇怪啊 对吧 多少少你能不能听懂 给我一个反应嘛 对不对 你要说老师我听不懂 那我可以给你再讲详细一点 对吧 老师我能懂 那我就可以继续往下讲嘛 这样 你们这样吊着我 我很尴尬的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干讲 然后你们就在这里 看没 就这种感觉 能明白吗 能明白吗 就这种感觉 你们给我的就这种感觉 我人懵了 然后有的人又不懂 我在听天书 对吧 那我就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 好吧 我再给你详细的说一下 来仔细的来看一下 好吧 我们刚刚有说到 像网页的话呢 它更多的呢 它就是这种标签的一种形式 你看 网页开发 像网站开发 你逢管它321 对吧 它就是像这种的标签 尖括号括号起来的 它就是一个标签 对吧 然后像标签里面的话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 其他标签 对吧 可能比如有这个DIV 对不对 反正标签 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 懂吗 还有一些呢 像单身狗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Imagine 对吧 这个图片 它就是单个存在的 对吧 当然它也可以是双个存在的 有这种单标签的 还有这种双标签的 对吧 然后它们两者之间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存储的内容 可能不一样 对吧 像DIV的话呢 这个里面 是存储一些数据的 这个外面 这个括号里面 会有哪些内容呢 有它的一个小名 懂吗 有它的一个小名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class 是它的一个小名 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名 叫张三 对吧 像自由有一个小名 叫这个 叫什么 管它叫什么 不知道 对吧 自由有一个小名 对吧 那其他人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小名 对吧 那我通过这个小名 是不是也可以喊到这个自由 是不是 比如说我喊王 对吧 他比如说自由姓王 对吧 他有一个小名叫王八 那我就可以喊王八 他就知道 你在叫我吗 对吧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你看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名 去取到它的一个人 你看我意思吗 但是呢 有些人说 如果 对吧 那老师 我可以通过这个DIV 对吧 我通过这个标签 这个名字 我通过自由这个名字 我可不可以叫到自由呢 对吧 也可以 只不过呢 就自由有很多 明白吗 自由有很多 比如说我公司里面 有十个自由 对不对 比如说我公司里面 有十个自由 或者说有十个清风 对吧 那最后就有十个落落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样才能喊到 喊到我们自由老师呢 对不对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喊到 对吧 喊到了小名啊 每一个人小名 可能不一样啊 对吧 我喊到王八 来了来了 对吧 你看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小名啊 明天跟自由告状啊 明天你没有自由啊 可以吧 好吧 然后这个是他这个小名 好吧 那如果说还是不行 那老师 那这个小名 也有很多 对吧 很多自由都下网吧 那怎么办 你看到 你报上了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是哪个ID 懂吧 这是他的一个小名啊 可以通过小名的方式 去取他的一个值 好吧 再能理解了吧 同学们 现在能理解了吧 前面那位同学啊 前面那位同学 还在学Circle啊 还在学什么HTML 我只会HTML 那这个应该就 你只能听懂这个 是吧 OK啊 你看对吧 还是要自由老师来啊 你才能听懂 终究是没矮了啊 OK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 给他复制下来 好吧 就把这个内容 给他复制下来啊 复制下来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啊 我们怎么样去通过 代码的方式去取呢 对吧 怎么样通过代码的方式 去取呢 你这样去取啊 同学们 在后面呢 点 点什么呢 fand 对吧 fand是查找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一个下滑线 好吧 element 然后呢 element s吧 好吧 by c is set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对吧 通过css选择器 css选择器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 这个点的方式 哎 明白吗 就是这种方式啊 你不要把它理解的太复杂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取它的一个值 哎 懂了吧 通过这种方式去取 网页元素的一个值 哎 能懂了吧 然后呢 取到以后呢 哎 我们用一个divs 对吧 取一个divs 为什么拿divs呢 以及为什么这里面 我们是file element s by css selector呢 对不对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 查找元素 这个是查找多个元素 那为什么要查找多个元素呢 因为这里面有30个自由 对吧 我都要给它拿下来 懂了吧 所以这个是取值啊 OK 那么30个自由 我都拿下来了 以后我干嘛呢 给它来一个循环 对吧 因为每个自由里面的一个内容 它不一样 对吧 就是每个职位的一个信息 它不一样 所以呢 我要把每一个职位的信息 全部的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 对吧 进行一个便利 当然在便利 在循环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divs是个什么东西 好吧 你们可能会学得 更加的这个 渗透一点 啥时候有爱过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皮屎啊 小心我垂你 把小钱钱垂你胸口 然后来看一下 对吧 那当然现在呢 老师这里面 答应了很多的内容 对不对 答应了很多的内容 但这些很多的内容呢 我一个都看不懂 对吧 看不懂就对了 这个其实 你要说我能看懂 这些英文字母嘛 对吧 我其实也看不太懂 对吧 那总之的话呢 它是一个对象 它是什么对象呢 是我们这个 元素的一个对象 对吧 元素的一个对象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没有去取直 对吧 我们需要先把它循环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什么呢 二次提取 同意们注意 好吧 二次提取 因为你发现呢 现在我们虽然可以拿到这些信息 但是拿到的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因为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你看不懂的东西 所以呢 那么接下来呢 对吧 我们就需要继续往里面去取 同吗 我们就要继续往里面去取 想要的去哪里了 其实包含在这个对象里面 好吧 就像Panther里面呢 有很多的数据呢 它都是包含在对象里面的 你要帮它提取出来 懂吗 比如说你可以在后面呢 点一个test 你可以把它的一个内容取出来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点一个test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吧 好吧 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不然可能你们还是不太清楚 OK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了 通过点test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一个内容 给它取出来了 对不对 每一个职位的信息 所有的内容全部可以取出来 对吧 但是这里面我们不好去给它分开 懂吗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去取 好吧 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层次的去取一下 什么叫深层次的去取呢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再慢慢来看 好吧 慢慢来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 还是打开刚刚的这个工具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去取职 同学们 去取职的话呢 就是针对每一个职位信息 好吧 针对这个里面每一个职位信息 那么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取到当前的这个第一个 好吧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要去拿到它的一个职位名称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工具了 使用它呢 悬浮到这个职位名称上面 然后的话你就会看到了 当前呢 我们的一个职位信息的一个名称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对吧 然后呢 你发现呢 老师 那这个标签里面 那老师可能说我大概知道呢 这个标签呢叫A 对吧 然后呢标签呢整个呢 大概是长这样的 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Pathom工程师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这个A里面有这么多 哔里巴拉一大串 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我不知道 对不对 那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对吧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不用管它 懂吧 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不用管它 里面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于你去解析数据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吧 你要想的是 那老师 我怎么样去解析它 才能够把这里面的一个文字 给它拿到 对不对 那同学们看说 老师 一般我们前面收到的 是不是通过这个class 它的一个小名去取 对不对 这个小名叫王霸 我就可以把王霸 这个人 给它全部拎出来 但这里面没有小名 怎么办呀 同学们 对吧 你发现这个 这个里面没有小名 对吧 那你就往上一级看一看 往上面看 懂吗 就如果说当前这个标签 它没有class 你就往它的上一级 明白吗 就是如果说这个儿子 他没有的东西 对吧 如果说他儿子没有的东西 你就可以看他爸 对吧 他爸有 你看 这个是半标签里面 有一个class 对不对 叫做什么 job name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通过他 懂吗 可以通过这玩意儿 去定位到里面的 这个元素 我来几个例子 在后面呢 我来一个空格 好吧 来一个空格 就可以把这个job name 给它粘贴 对吧 你发现 它同样给我们 匹配了这个 标签的一个名字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一层往上面去取 懂吗 这个能懂吗 对不对 我和自由 罗阿鲁哪个更厉害 我不打罗阿鲁的 我不会 我是个大菜逼 也不能这么说 明白 昨天那个斯洛克问了自由 我好奇 好奇这个干嘛 OK吧 那么然后 那么接下来 那老师 我想要取到这个A 我该怎么办呀 对吧 那么下面 我需要取到这个A 我该怎么办 同学们 你想一想 同学们 想一想 发挥自己的脑洞 想一想 我要拿到这个A 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拿到的是 这个是半 对不对 我想拿到这个A 怎么办 算了 你们不说 我就自己写了 这些网友不好带 你直接在后面写个A 对吧 来一个空格 写个A 就可以取到我们当年的这个A标签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发现说 我们同样的这里面还可以使用这个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 然后在里面 你一粘贴 对吧 这样一行东西呢 就可以给我们提取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职位名称 好吧 当然没忘记啊 在后面最好来一个Test 懂吗 它就是我们职位的一个名称 我们来一个Job Name 可以吧 然后你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职位的名称 我们取出来的一个内容 先给你们来测试一下 然后看效果 对吧 老师我发现这个没有值 怎么会没有值呢 对吧 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你来看一下吧 检查一下 同学们 检查一下 对吧 打我的脸是吧 是我复制错了吗 没问题啊 干嘛呢你 可能是它太快了 可能是它太快了 对吧 A是超亮线 A可能是超链接 好像是超链接 自信一点 A就是超链接 等一下 这个A有点不耐烦了 我再来看看 我再来看看 好吧 打开方式有问题 结果还是没有 我把这个A去掉 再来看看 你看还不能加A 还不能加A 你感性 不能加A 对吧 就我不加A的话 它可以提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因为 它本身网页的一个原因了 对吧 那可能是这个A标签的 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可能是它后续去加载的 它后续去加载的 好吧 所以这个A就不写 好吧 你就不写这个A 对吧 记得这个A给它干掉 可以吧 好吧 然后我们就继续 这个搞定以后的话 我们就继续去取值 好吧 那么下面去取值的话 同样 还是这个find element 注意 下面这个find element 就没有这个s了 好吧 就没有这个s了 包括像这个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对吧 有的人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本身上面 我们就是针对这所有的标签 一个一个去取值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面 就不需要说 把所有的给它取出来了 好吧 我们再来到这里面 去取下面一个值 那下面的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位置了 对吧 那位置的话 你复制这个 来点一个它 对吧 点一个test 可以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job A21A 我们的一个位置嘛 对不对 点test是啥 点test呢 是获取这里面的一个属性 点test 是获取 获取我们的一个文本内容 明白吧 就是如果我不点test 就像我们刚刚打印的一样 对吧 它给我们打印的东西呢 就是这样一串东西 对不对 像这里一样 它给我们打印的东西呢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明白吧 就这一单个东西 但它呢 不是我们需要的 懂吧 它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 它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我通过点的方式呢 才能获取到 它的一个内容 好吧 然后这个是 职位的一个名称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职位地址 我写一下注释 那提取这两个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还没取出来 对不对 还有包括像这个 薪资 对吧 它大概的一个薪资是什么 那同样的 还是按照我们刚刚这个方式 我们先从它的一个上一级去取 对不对 我们先从它的上一级去取 或者说呢 你直接可以去取这个RED 好吧 可以直接取它 你这里面有这个信息 你就直接取它就可以了 好吧 就有这个RED 你就直接取这个RED 这个是它的一个 Job的一个职位 公资 对吧 有一个叫职位公资 这个公资呢 这个英文单词呢 事实上我也不会打 所以呢 翻译 翻译一下 好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个 对吧 很不错 很不错 竟然有人知道 塑料 你将知道 对吧 薪资 这个叫薪资 OK 然后薪资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 对吧 这个学历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 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 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现在呢 你发现下面又不同了 对不对 下面又不同了 你发现说 老师这个P标签 对吧 这个P标签 它也没有任何的属性内容 对吧 这个P标签 也没有这个小名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先从上一集取 懂吧 先从上一集去取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来一个 DIV点一个 FileElement by CSSSelect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就写我们刚刚的一个语法 对吧 然后注意啊 这一般中间出现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呢 中间出现这个空格 那证明它有多个小名 对不对 证明它有多个别名 懂吗 证明它有多个别名 好吧 什么叫多个别名呢 就是它可能又叫王八 它可能又叫这个老鼠 它可能又叫这个 对吧 它可能有很多别名 对吧 王八 小王八 大王八 没错 好吧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称呼吧 好吧 然后你记得 只要是涉及到小名 你不管它有什么小名 你通过 把这个空格改成点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后面再来一个空格 你可以 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王八 又叫王八 又叫鳖 我怎么感觉你在骂人的 骂谁我就不说了 骂谁我就不说了 好吧 然后可以看到 对吧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取到 这个薪职职位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 在中间来一个空格 你再取到这个P 是不是可以拿到 它的一个职位的一个需求 对吧 比如说这个Python工程师 他的一个12k到16k 需要哪些薪资 对吧 学历需求 他就给你拿到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一段复制 然后呢 给它粘进来 就可以了 对吧 那取出来以后的话呢 点一个test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 学历以及经验要求 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来一个job 来一个 学历经验这玩意儿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要EXP吧 好吧 可以吧 然后呢 取出这个以后呢 继续 对不对 别停 继续取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公司名称 对不对 还有一个公司名称 那接下来呢 你就悬浮到这个上面 对不对 悬浮到这个上面 然后你发现呢 当前我们有这个name 对吧 在后面呢 你就可以点一个name 看啊 你就可以点一个name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点name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点name的话呢 我再取到这里面的一个a 对吧 你会发现呢 其实问题也不大 其实问题也不大 对吧 不过的话呢 最好啊 就是这个数据 我们取的话呢 最好直接用 先悬浮 先悬浮 悬浮以后的话呢 我们最好直接用什么呢 直接用这个h3 好吧 直接用这个h3 随你用什么都可以 好吧 我来看一下 哪个更好用一些 这个更全一些 我觉得这个更全一些 可以吧 A层一层取吧 点一个它 然后再点一个name 然后再a 好吧 你就复制这一段 然后呢 给它复制一行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一段 一粘 OK 粘完以后的话呢 对吧 它就是我们那个 公司名称 对不对 是我们那个公司名称 这个公司名称的话呢 公司是叫这个单词 对不对 这个案例算简单的 还是难的 你们觉得这个案例 算简单的 还是难的 同学们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案例 它算简单算难 这改成P 对我来说是难的 对吧 有东西觉得简单 有东西觉得难 但实际上 这个其实并不是 特别难的东西 同学们 好吧 这是公司的一些信息 来个info吧 对于昨天还在玩print的 我很难 还行 老师 第一不可以用request.get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 等一下 先把这些东西举出来吧 还有这个target 好吧 因为本身 这个我们 教的这个 Cernillo跟request 它是两个东西 好吧 它是两个东西 这是一个 职位的一个技术需求 对吧 就我来举个例子 我来说一下 就是你们去学的这个request 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对吧 request的话 它是真正的直接去模拟 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 对吧 模拟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呢 像我们说到的一个Cernillo 它呢 是去帮助我们 操作浏览器 好吧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不能说 不能说去 这个 混着去搞 好吧 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继续 对我来说很难的 其实这个案例 还不算特别难 因为真的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 特别多的知识点 还没有涉及到 特别多的知识点 但对于没有技术同学来说 这个确实还是 有一定难度的 对吧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应该你们也感受到了 对吧 所以 就怎么说呢 其实还是可以发现 就是你要去学好这个编程 对吧 你要去学好这个 这门 这门编程语言吧 这门技术吧 就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一段 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全部的打印出来 好吧 这个Jobname 然后还有这个 有圆码吗 你复制粘贴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呀 同学 对吧 你复制粘贴 用处就不大了呀 对吧 更重要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能把它实现 自己能把它写出来 这个才最重要 就如果我这个代码 我直接发给你 你也不一定能运行 你也不一定能用 对吧 这个是真实的 小白搞不懂 搞不懂 那就从基础开始学呗 对吧 要么找个老师 对吧 要么找 对吧 找我们的这个 找我 对吧 都可以 对吧 去系统学一下呗 对吧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去拿到 提取出来的一个数据 好吧 没事 这里很多搞不懂的 看没有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就已经全部的 进行了一个打印 对吧 全部的进行打印 然后呢 打印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得给它去保存一下 得给它保存一下 好吧 接下来我们去执行 第四个操作 保存数据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呢 就是正常你去浏览 这个访问浏览器 你怎么访问的 对吧 那后面的这些东西 你就是怎么去操作的 只不过像解析数据这一块 对吧 你要去取数据这一块 还是相对来说 稍微复材一点 对吧 那其他地方 其实相对来说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对不对 那前面这一段 没有什么难度 对吧 难度的话呢 就在这个取数据 对吧 那取数据的话呢 它难度主要是 就是在这个语法 对不对 那主要就是这个语法 那如果说 你自己已经懂这个原理了 那你再去取这个语法的话呢 其实就问题不大了 对不对 你还为什么 好吧 然后保存数据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使用到 这个WizOpen 好吧 当然像这个保存数据的话呢 我们在前面 得导入一个模块 CSV 好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表格 就是可以保存成一个表格的一个模块 好吧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CSV呢 在下面的进行操作 首先的话呢 保存数据 好吧 先给它来一个名称 我们叫Boss.CSV 好吧 CSV的话呢 就表格 就是你自己在这个 打开 打开那个 一个cell 对吧 就相当于跟一个cell是一样的 好吧 如果格式有点不一样 然后编码给它设置一下 UTF-8 以防止它乱码 然后呢 像这个model 写入的方式呢 为追加写入 像这个new name 为一个控行 好吧 给它来写一下 使用CSV去写啊 记住 你们这里有接触课吗 有啊 我们系统课就是基础课啊 老师已经沉浸讲课了 还好吧 你们有问题我都会回答的呀 不至于不回答你们吧 对吧 OK啊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取出来了 就可以去保存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右键运行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把这个啊 多的一些网页 都给它关掉啊 免得它去打扰我们去操作啊 关掉关掉 好吧 OK啊 然后呢 我们来右键运行看一下 好吧 好吧 然后它就在下载了 对吧 包括像我们那个数据呢 就已经保存下来了 对吧 看没有 没看见啊 没看见啊 没看见可爱心啊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呢 就已经采集下来了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最好是要去把这个 就是它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这一列代表什么含义啊 它的一个表头 得给它写一下啊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就得给它进行一些操作 好吧 你把这两段 这三段代码呢 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以后的话呢 像这里面 对吧 每一个职位信息呢 就针对它去进行一个改变 好吧 就针对它进行一个改变啊 首先的话呢 是这个位置啊 像我们的一个 呃 职位 这是第一个是职位名称 对不对 那给它改成中文的啊 可能你们比较好看一些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呃 地址 对吧 职位的一个地址 啊 除了职位地址以外的话呢 还有它的一个薪资 对吧 那统一的都给它写上去啊 这个是经验 对吧 不对 不是 不只是经验啊 对吧 学历经验要求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公司 名称 对吧 这个是公司的一个信息 对吧 然后呢 呃 把它统一都写一下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target的 这个是一个呃 公司的一个要求 对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公司福利啊 好吧 然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表 表头也给它写进来了 对吧 那再来右键运行看一看 可以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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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